有你真好 小美电视与你起头并静 小美电视与你起头并静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小美电视与你起头并静 祝你起头并静 您看这块布做工多好啊 我要这块 您要办丧事 来 钱给你 好好好 老爷您慢点 要买布交代我去就行了 大王驾崩 为人臣子自当亲买丧福 以示哀悼 老爷 恕小的说句不该说的 这大王可都没把您当臣子啊 休得无礼 老爷息怒 当心着点身体 你记住 为人要长死己故 埋怨他人 非君子所为 老爷对卫国忠心尽职 如今却被贤富在家 这点小的可想不通 当年县公因内乱 被迫投靠齐国 我无力护主 便是罪过 又岂能再求被重用 见过瞿夫子 此等捐布 可不能用在葬礼上 夫子 这被褥是为他国诸侯准备的 这位老夫子是谁啊 少主 这位便是瞿夫子 少主 少主为何还穿着捐衣 丧夫粗糙 恐怕会伤少主肌肤 丧夫乃是礼数 还请少主换上丧夫吧 可是真的很扎人啊 你怎么还在这啊 司空大人还等着 教少主待客之礼呢 瞿夫子来了 众大夫们都在偏殿呢 少主 我们走吧 嗯 少主 待客之礼 不乏从容端正 每走一步都用大小一致 我来示范一下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啊 啊 瞿夫子为何事而来 老夫是来请司空大人 为少主准备丧服的 少主的丧服早已备好 待葬礼之时换上便是 瞿夫子 共同的事情 您就不用太过操心了 我自会处理好的 少主 还请您再走一遍吧 少主 注意步伐一致 您是要接待各国诸侯的 如走得不端正 会让人家觉得 卫国没有礼数 可我怎么练都练不好 老夫倒是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快教教我 嗯 少主请看 这是瞿夫子的脚印 前脚站稳 后脚再起 不乏从容 切莫急走 少主 您按着这脚印走一回吧 嗯 前脚站稳 后脚再起 啊 少主终于学会了 瞿夫子可真厉害 我想让他陪我玩 这会儿可没时间玩乐呀 瞿夫子会教我 你都不会 哦 哦 如若可以 老夫可教少主应手之礼 啊 有劳 曲夫子了 请少主 换上丧服 曲夫子 我一定要穿这么粗糙的衣服吗 少主可知 这丧服的由来 嗯 嗯 丧服以布料粗细分别 丧越重 则丧服越粗 所以孝子的丧服 是最粗糙的 可穿上去 浑身都会难受的 少主日后 必是魏国国君 若是因身体发肤 而背弃圣贤谷礼 又如何治理一方百姓呢 我也想拿竹杖 少主 葬礼本不应有竹杖等物 但因劳者体弱 故谷礼规定可执杖 孩童则不可竹杖 怎么什么都不让做 少主 礼数乃治国之法 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少主 瞿夫子 宫中下人 都已到庭院之中了 请少主与老夫同去庭院 见过少少主 见过瞿夫子子 诸位 丧葬礼仪 应端言肃目 今日便请诸位一同学习丧礼 哀悼大王 瞿夫子 他们是不用去参加丧礼的 国有丧事 一国之民皆应哀悼 岂能坐视不理 少主 请接哀 瞿夫子 您不是说 亲子的丧福是最粗糙的吗 为何他们的丧福和我一样呢 少主 大王乃一国之君 便是国民之父啊 人人皆应视大王为亲父哀悼 少主请亲爱爱 瞿夫子 还请您教导我 胡桑之礼 哀悼父王 老夫 必当尽礼 你们怎么都站在这里 还不去准备接待诸侯的事业 少主为何在此 我在和瞿夫子学习丧礼 瞿夫子 教导少主礼 为何要把宫中下人都教到此处 众人在此同学丧礼 哀悼大王 让少主和下人们一起哀悼大王 只怕有所王室尊贵 瞿夫子说了 父王乃国民之父 自当共同哀悼 难道你要阻止我们吗 少主息怒 臣下不敢 司空大人前来 是有事情吗 啊 少主 瞿夫子 他国诸侯这要到了 眼下可有许多事宜 并没准备妥当啊 司空大人 少主丧父 此时学习丧礼 才是应做的本分啊 瞿夫子 少主可是要做国君的 若是出了差错 少主和魏国又有何言面可言 少主虽为人君 但先为人子 自当以孝道为先 不能行孝 又如何治国 自成父业 振兴魏国 不也是行孝啊 司空大人 是我对学礼之事有所懈怠 才会令您担忧 我向您道歉 使不得 使不得 没能教导好少主 乃臣下之故 司空大人 今夜我自会努力学习代课礼 还请您能准许 还请您能准许众人与我一同先向瞿夫子学礼 司空大人 司空大人 少主之言可见孝心 还望您能成全 还望您能成全 屈大夫 少主愿意学礼 全是仰仗您的教会 老夫只是将古礼告知少主 少主本性善良 自能遵循古礼 徐夫子 还望您能伴我左右 传授礼仪 教导我治国之道 老夫定会尽己本分 不辜负少主 少主 徐夫子 可否让我也来一同学丧礼 司空大人 为父王行丧礼 又有何不可 徐夫子 还请教我等学礼 姬远即位为魏陵宫 娶妻男子 治理魏国 已有二十余载 交迎失智 望却圣仙礼法 对瞿愿也逐渐冷落 臣下见过大王 大王是瞿夫子 嗯 知道了 瞿夫子为何穿丧服 大王可听闻史大夫之事 寡人有所耳闻 大王 史大夫病故 失守却未安葬 臣下恳请大王 亲去主持丧事 瞿夫子可置史鱼失守 为何没有下葬 臣下不知 史与生前多次觐见寡人 罢免弥子侠 而重用你瞿夫子 如此执着 不知是何用意 大王 史大夫一心畏国 堪称群臣楷模呀 群臣楷模 就因寡人没有同意 他竟然让自己的儿子 把尸首摆在家中 这分明是在为难寡人呢 大王请息怒 史大夫又无此心 大王 想必史大夫是因为没有做到人臣本分而羞愧 才会留下如此一年呢 罢了罢了 史与虽不讨寡人喜欢 但还算忠心 屈夫子 就劳你去将他好生安葬吧 大王 臣下身份低微 恐不堪重任 那屈夫子的意思是 臣下斗胆 恳请大王亲去 屈夫子既已知晓 史与不下葬的缘由 为何还让寡人亲去 大王 维护礼法 乃治国根本呢 我看你是想借此事要权吧 大王 臣下担忧 若史大夫失手再不下葬 恐怕会引来非议 又失民心呢 大王 倪大人求见 让他进来 臣下见过大王 君夫人 弥父子 有什么事情吗 大王 臣下听说 史大夫病故 失手为葬 百姓为此担忧 难道 你也是来劝寡人 去给他主持丧事的 大王 怎能屈尊为大夫扶桑 只不过 若无法安抚百姓担忧 怕是会引发恐慌啊 大王 恳请大王 以礼法维护国制 大王 臣下以为 不如开放猎场 与民同乐 既可安抚百姓 也好安葬史大夫 避免争论 大王 多有丧事 万万不可再办玩乐之事 华人觉得 弥大人的主意甚妙 就按此准备吧 臣下遵命 大王 此乃礼崩跃坏之举呀 华人主意已定 徐大夫 可不要再为此操心了 夫人 陪寡人回寝殿 徐父子 到时候还请同去猎场 徐父子 大王主意已定 您带我去见大王 又有何用啊 司空大人掌管礼法 自当维护礼制 怎能让弥子侠 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 如今大王凡事重用弥子侠 我也只是空有一个官职了 老请通报大王 瞿愿和司空求见 瞿大夫 还请您回去吧 大王下令 为始于觐见者 严惩不待 瞿大夫 我看您也不要惹祸上身了 回去吧 老请通报大王 瞿愿再次等候 瞿夫子 可是在等大王 君夫人 瞿夫子 大王怕是一时不会出来 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事态紧急 臣下必须在此等候大王 瞿大夫 弥子侠觐见开放猎场 也是为大王分忧 您又何必非要与他作对 臣下只想维护古理 理乃治国根本 理乱 国亦乱啊 早已耳闻瞿瞿夫子圣贤手礼 看来此言不假 臣下只是尽己本分罢了 瞿夫子不如入夜再来 本宫必会助瞿夫子与大王相见 君夫人 这是何意 还望瞿夫子能够信任本宫 臣下自然相信君夫人 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马车声 想必是瞿夫子来了 夫人如何得知 都说瞿夫子懂礼尽上 知晓走到大王宫门口定要下车 马车声会消失 肯定是瞿夫子正在下车 夫人所言是不是有些夸大了 大王不如差人去问问看 来人 去将宫外马车主人带来 是 若此人不是徐愿 夫人该如何解释呢 若不是瞿夫子 那魏国岂不是无理可言了 夫人这话是另有他意啊 大王 大王 瞿夫子带到 恭喜大王 确是瞿夫子 族客监卫国乃礼仪之邦啊 带他进来吧 臣下见过大王 君夫人 瞿夫子闲来 莫非还是为始愚之事 正是 难道瞿夫子 没听到寡人的指令吗 臣下知晓 若再觐见始愚之事 大王便会处罚 看来你是认罚了 臣下没有尽到人臣本分 自要认罚 不过此物还望大王收下 大王 这是何物 这是寡人小时候 被先父守丧时所穿的丧服 大王的丧服为何如此粗糙 亲丧丧服粗糙 是因过于悲伤而无心达理 瞿夫子 没想到这件丧服还留着 丧服乃礼仪 臣下岂敢丢失 那为何又要送还给寡人 大王 师大夫失守未葬 以违背礼数 如若再举狩猎之事 卫国领树尽毁啊 屈夫子 寡人开放猎场 是为与民同乐 又怎会毁坏领树啊 大王可还记得当年学礼之事 先父丧事不敢遗忘 当年大王年幼本性善良 便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臣下知晓大王必能振兴魏国 仰仗先父在天之灵保佑 魏国自使国泰民安 当年大王年幼按理不能执账 如今已是成人 这竹杖 臣下斗胆献给大王 屈夫子 您这是 大王 屈夫子 确实为大王着想 还望大王能接受他的觐见吧 我也想拿竹杖 少主 葬礼本不应有竹杖等物 但因劳者体弱 不古礼规定可执账 孩童则不可竹杖 怎么什么都不让我做呢 少主 礼数乃治国之法 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若非屈夫子 尊尊教诲 寡人献些妄顺 治国之道 大王乃民君 臣下只是告知古礼罢了 能若屈夫子 如此圣贤手礼的大臣 大王可真是好福气啊 屈夫子 明日寡人 便亲去为使大人 住持丧事 还望您能陪同 臣下 避随大王走 大王 听说大王要去使鱼家 寡人要去为使大人扶桑 大王 此时魏国百姓都在猎场等着您呢 这 弥大人 狩猎作乐乃无礼之事 我等身为仁臣应当帮大王遵循礼制才对啊 臣下知晓大王仁义 但身为一国之君也因言而有信啊 臣下不才愿为大王去扶桑 大王可去狩猎以保威信 屈夫子 弥大人所言也有几分道理啊 大王请三思 礼数乃治国之根本 还请大王取消狩猎 若是取消狩猎 寡人必失君王颜面 百姓也会笑寡人言而无信啊 一国之君若能恪守礼数 国民则不敢不敬 若离书殆尽 怕是有再多的颜面 百姓也不会敬重大王啊 大王 屈夫子所言极是 魏国向来以礼闻名 故国土虽小 仍得他国敬重 此时 唯有以礼正身 方能维护国威 不为他国轻视 弥大人 你也听到屈夫子和夫人之言了 寡人身为一国之君 必要以礼治国 此刻 寡人应在宫中 为十大人扶桑 大王 臣下 臣下又该如何向百姓解释呢 以实情告知 相信百姓必会跟随大王 恪守礼数 弥大人若有难处 本宫愿带你前去 大王 莫非你要违抗寡人之意 臣下不敢 那就快去准备吧 大王 众人已到 可以开始了 屈夫子 老您教导我们 行丧礼 臣下必当敬礼 为取博欲 敬上之飞 夜车之雀 见信恭维 福忠臣孝子 不以朝朝申节 不以明明惰行 取愿 不以暗昧费礼 传臣圣贤仁义 清史流明 永世不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 合体 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 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 盐浦乡的 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 海涛法师志业 台湾旧狗协会 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 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 极为慈祥的 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 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 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 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 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 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 收容中心 盐浦护生狗园 专门接收 因生病 衰老 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 残缺的肢体 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他们原本都具有 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 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 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 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 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 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 一树木 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 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 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 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赶召更多大众 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树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 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 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 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 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 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 严谱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 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 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 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顾名 台湾旧狗协会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镜月 释迦牟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九千兆费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产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八月九日星期一 至八月十二日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日期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即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当我们禅修时 意识在运作 但是尝试 也是日以继夜 秘密地在运作 所以我们现在 能够做的 就要把意识 你就像园丁一样 把不好的除掉 种好的 让你的花园里面 不断地清净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欧弥陀佛的尝试显现的 我们每个人都进了 佛阿弥陀佛的心里面叫无尽障世界 所以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非常清净 充满了资粮 你事实上就是你的净土已经产生了 内心的净土 然后显现外在的净土 心清净 则众生 则世界都清净 但是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勾心斗教斗争 虚伪欺骗 那你就一直在知道自己的地狱 而且这个夜暴随时要爆发了 所以我想 人生难得 各位现在 有机会听误佛法 所以一定要不断地忏悔 然后把不好的念头消除掉 一直累积好的 一直想好的 叫善法相续 念念不断 思维如何利益众生 如何推广佛法 如何修行 都会让自己有这个好的念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